为什么威震天能一刀捅死擎天柱 而禁闭却不行吗 难道是禁闭实力不如威震天 其实是出于两者的目的不同 威总是奉十三元祖堕落金刚之命 只要击杀了擎天柱这最后一个天元 霸天虎大军就能顺利入侵地球 因此他巧用美人祭鼓或山姆 最终将他带往废弃厂房 虽然擎天柱及时赶到 可这也成功陷入威震天的阴谋之中 在他的密谋之下 冲浪板和红蜘蛛早已埋伏在丛林之外 当擎天柱带着山姆逃到此处 身陷重围的他被迫以一敌三 很快就被一顿胖走 好在大柱子及时觉醒 抄起双刀就嘎嘎乱杀 不仅暴打威震天 就连红蜘蛛都被他斩断右臂 而冲浪板更是被骑脸输出 最后惨死于分金错骨手之下 可人力有进食 由于心系山姆 威震天抓住机会一个被刺就将擎天柱捅穿 而反观禁闭 他是非常注重合约精神的赏金猎人 由于昆塔沙给他下达的指令 是带回活着的擎天柱 自然他会处处留守 忽然早在公路大战时 禁闭一记嘴炮就将擎天柱轰成重伤 可他却并没有痛下杀手 仅仅只是将他带往飞船上砍压 到了变四绝战时 擎天柱更是为了保护男主凯亚 分神之际被禁闭抓住机会一箭捅穿 可这时的他虽然起了杀心 却被及时赶到的55开一脚踹开 由此可见 并不是老六金币实力不强 而是因为拿人钱才替人消灾